你好,欢迎收看行家论股,我是黄宝鑫 产业发展业务稳健带动华阳截至6月底2020财政年首季 尽力按年狂飙2.65倍 当季营业额则增加23.5% 华阳首季尽力占达证券全年预估的30%符合预期 但超出市场预期,占全年预测37% 行家目前维持财政预测 考量到竣工和进行中项目的销售 管理层保持本财政年4亿令吉的销售目标 华阳本财政年计划推出价值4.94亿令吉的新产业 当中大部分将在下半财政年推荐 管理层放眼通过销售更多库存 以及从现有进行中的项目获得更多的收入 可将现有0.67倍的负债率降低到财政年底的0.5到0.6倍之间 不过,达证券依然维持卖出评级和43线的目标价格 谢谢大家 pixels n 결과 评约 так 风